YA 終於開始我們的騎車企劃了 真的是已經超級超級久沒有騎車 因為前陣子是屬於馬拉松的賽季 所以幾乎都是在台北準備跑步的路線 那很久很久沒有騎車 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台北最近實在雨太大了 然後又很冷 實在是提不出勇氣把腳踏車牽出門 那今天呢我們特別來到了這邊 就是中南部日月潭 第一次要來日月潭這邊做環潭的自行車練習 因為其實以前我來這邊跑過環潭的馬拉松 那全艙我記得大約接近30公里 但以前用跑的其實累到沒什麼力氣欣賞美景 所以今天打算帶著我的腳踏車來日月潭 慢慢的悠閒騎一圈感受一下中南部熱情的天氣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的天啊 這這邊騎車也太享受了吧 一路上可以看著湖邊的美景 為什麼我說享受 因為我之前來跑這台馬拉松的時候 這邊的路其實是有點上上下下的 其實跑起來是有點辛苦 而且沿路在跑步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太專注看旁邊 因為你在跑步不看路的話有點難跑 但腳踏車可以稍微偷懶一下 超級享受 我們今天預計一圈騎乘 好像是30公里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沿途有什麼風景 這個一路上8到9%的考驗 實在很陡啊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特地來到日月潭呢 實際是因為我們接下來 每半年就會有一個 算是我們給自己的期中考驗 期中期末考 半年一次 那這個挑戰呢 宣布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基本上這個挑戰就是 算是自我能力檢測啦 就是在半年期間 這個成績退步與否 還是可以進步 就看我們這半年以來的訓練成效 所以即將到達這個測驗的時間 趕緊來日月潭二補一下 我覺得日月潭算是一個還蠻好練車的路線 因為它沿途一直上上下下的秋林 感覺會讓你下滑舒服一下子 又來一個35%的這個緩坡 算是一個還蠻好訓練你的這個心肺刺激的一條路線 目前騎了7公里 然後我看那個環潭路線 總長好像是25左右 沒關係我們體驗一下 再來跟大家分享 像現在下坡的時候就可以讓腳稍微恢復 因為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又開始上坡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還蠻有趣 騎起來不會太無聊的一條訓練路線 他剛剛寫說 連續爬坡 建議你用牽車走路的 哇真的是連續爬坡耶 他沒有騙人 現在的坡度來到了大概8%左右 有點抖有點抖 挑戰成功 剛剛那個路牌竟然寫說 連續爬坡建議牽車行走 太可愛了 沒關係有上坡就有下坡 我們現在進入休息的階段 哇又來一個上坡 哇 這一段連續上坡大概一公里多 開始有一點點辛苦了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跑這條馬拉松的時候 最後的終點前 就是在水色遊客中心那邊 我記得有連續三公里的上坡 有點辛苦 剛剛那一段 真的是爬坡有多少下坡就有多少 下滑的滿舒服的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騎的這一側 應該算是背向陽光 所以其實地板都還是有點濕滑 那有照陽光的地板幾乎都乾啦 所以其實下滑雖然很快很爽 但是有點危險 那我覺得騎乘起來的感受 在那一段的感覺上 就是大概騎了兩三 應該有兩公里左右的持續緩上坡 然後到剛剛是懸杖寺 到懸杖寺那邊算是一個高點吧 就有看到有一些車友在那邊休息 然後可以吃點東西 那我們是直接往下滑 下滑就直接滑到了 下一個點應該會是 懸光碼頭 就是比較靠近湖邊的地方 看一下里程大概還有可能8到10K左右 還滿舒服的一條路線 下滑 Moon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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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日月潭馬拉松的時候 這一段就是唯一一段持續下坡 跑到會快抽筋的路線 但我記得這邊有很多茶葉蛋 冰棒 然後有很多補給品會在這一段路 有很多好吃的 所以對這邊還蠻有印象的 大概距離我們的終點 剩下8公里左右的路程 快到了 但是等一下有一個連續上坡的考驗 先開始 加石烤 慢速度 有些氣球 平球 碰巧 本來 可以 也不用擇 白洞 哇 騎一騎忍不住停下來 我們現在是直接騎在雲上 真漂亮 OK 我們騎到了象山遊客中心 這邊呢平常也就是 這台馬拉松的起點跟終點 所以剛剛那一段非常辛苦的上坡 大概持續了三公里 那三公里完之後 繞進來就是漂亮的終點 所以之前跑馬拉松的時候 都從這邊騎跑這邊終點 最痛苦也是最漂亮的地方 那裡面呢其實拍出去 是真的是很好拍的一個網美景點 我們騎乘到現在大概是26公里 距離我們騎點離這邊 大概只剩下30公里的路程 所以其實整段這個 環日月潭周圍的公路路線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休閒 然後觀光甚至你想要練車 都有上下坡的騎 真的是還蠻舒服的 還有剛剛片頭講到的 就是我們每半年的騎中考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概在兩三支片以後 就會跟大家公佈我們這個 騎中考到底是考驗哪一條路線 OK 我們繼續往後騎乘 忍不住拿起來拍照耶 這裡好像畫 你看超遠的那個山上 我們剛剛看那個雲霧 霧霧的感覺 波光淋...淋淋的啊 怎麼黏啊 波光淋淋 太漂亮了 回到終點前 現在有這麼漂亮的美景 現在是28K 已經看到這樂壇會館了 其實已經快到終點 YES 30公里 抵達終點 哇 我們這樣騎乘了 一個小時 24分鐘 然後總理程剛好30K 從我們10點多左右開始騎 騎回來剛好正中午 其實沿著這個樂壇 環一圈真的是蠻舒服的 而且這個路線有上有下 很好練車 那如果有當地 就是住在南投附近的車友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推薦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附近啊 也非常適合推薦練車的路線 可以留言告訴大家 OK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這邊結束啦 我是女嘉良哲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大家見面